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三的《赢家攻略》 我是维国庆 今天大盘台股不负众望 又大涨了一百多点 而且今天已经牢牢的又攻上半年线 昨天前天 大盘在半年线附近横盘了两天 尤其前面这两天 当大盘在做侠服整理的时候 其实市场上 各位记不记得 昨天礼拜二的赢家攻略 我特别给你讲了一件事情 我说注意一下 因为礼拜二大盘横盘了两天 所以市场上有一股声音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成交量没有放出来 这个盘可能供不上去 但是昨天我在这个节目上 我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什么事情 我说两天亮缩 对 但是这边的亮缩 反而代表的是筹码稳定 有没有 因为我特别讲 我说你看这边 从上个礼拜 谈上来之后 已经也谈了五六百点了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如果过去两天是爆量的话 那代表一件什么事情 代表是下面 逢低买进的这个儿子 到这个地方开始在跑货 代表说主力大后在跑货 那是爆量的话 你反而要紧张了 对不对 但是过去两天量没有出来 我昨天要特别跟你讲 我说这个地方代表 这个筹码是很稳定的 有没有 你看果然今天爆 大涨一百七十一点上来了 而且你看今天的量 反而又开始 稳定的开始在温和放大 那各位 所以啊 那有没有证明违国信 前面两天跟你所谈的 这个量价的关系 这个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吧 好 那今天不单这个 加全指数呢 之前站上年线 今天重回半年线之上 那而且重点是 各位今天的五日均线 这一条也重新穿过这个月线 因为前两天这个指数 已经站在月线之上了 那今天不单这个大盆过半年线 五日线也穿过这个月线 也就是说 而且十日线也开始在往上弯了嘛 所以这个两条均线 我之前跟你讲 我说五日线 十日线开始弯头往上 所以我一再讲 我说这个整个的 这个形态结构啊 对于多头是有利的 对不对 哦 所以你看当今天 这个来讲的话呢 确实是如此 各位今天不单呢 这个加全指数本身 是继续这个开始放量 开始往上攻 而且重点是 今天盘面上 还有一个好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今天呢 这个电子股 占这个整体成交比重呢 已经来到56%以上 各位你要知道 其实这一波啊 从上个礼拜开始反弹以来 一直到昨天为止 其实电子股 但大盘的成交比重 都不高对不对 点多来到50%附近 都没有再上去 那前几天主要 都是靠传产在那边撑嘛 所以这个指数反而走的 走的 尤其过去两天 指数有点涨不动 但到了今天的 这个电子股的 这个成交比重 已经拉到56% 已经又几乎 也就是说 快要回到六成左右了嘛 所以这个盘 而且重点是 今天的电子股 整体来讲 都比前两天强了吧 因为 你看今天电子股 这个涨的加速 就比前几天多很多了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所以这个盘面上 这个不单 指数本身 的这个多头结构 越来越好 那整个的这个结构 各股的结构 也这个出现到电子股 开始成为盘面主流 这是个好现象 好 那这个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这个你要赶快 如果真的前几天 还在那边观望 想说哎呀 这个成交量没出来 去听信那些空头的 那些言论的话呢 那果然今天 我相信你终于相信 韦国庆给你所做的预告了吧 好 而且重点是 不过啦 当然是这样 当今天呢 这个大盘指数呢 已经重新 这个创这一波 短线新高的时候呢 其实啊 到了今天呢 真正来讲呢 这一波 这一波 零涨的股票 到了今天呢 其实涨幅都不小 所以呢 这一波真正的零涨股 到了今天 反而出现到一些 开高走低的这个情况 那另外就是 反而是一些新的哦 这个 在底 已经打完底部的股票呢 开始有新起涨的这种现象 好了 那重点就来了 那就是 那这个地方 到底这些零涨的股票 今天开始开高走低以后 那再来怎么操作 第二个 那有哪些股票 是这个打底完成 要开始上来的 那今天我一会期呢 会跟大家做一个 很完整的这个分析 你要仔细的看 好 那各位这个 其实啊 今天盘盘上有两支股票 真的表现的 以趋势来讲的话 表现都还不错的啦 那各位 今天智原 今天智原盘弄高点 又重新回到300块钱了 哇 如果 如果过去这三四天 要是你有看这个 赢家攻略 甚至在礼拜一那一天 当时啊 智原还在270多块的这一天 还在那边盘的时候 其实礼拜一那一天 我在这个赢家攻略 跟群组 我都已经在预告 在预告了 我说 资源 整理完毕 整理完毕 要开始起来了 有没有 我在礼拜一那一天 我在群组跟节目 我都给你做了预告 你看 昨天开始往上冲 而且 今天呢 就盘中高点 已经来不到300块 这个地方 短短的你看 短短不过三天的时间 资源的股价呢 又涨了将近30块钱 也就是说 如果在礼拜一那一天 你有听 微博琴跟你说的预告 你赶快跳进去的话呢 短短这两天 你一张资源 又赚了二十几块钱 一张就赚2万多块钱 哇 那这种股票 标标准整的强势股 对不对 而且各位 其实资源呢 这一波的操作 已经不是微博琴 我们第一次进去买资源 如果说在这个去年 如果去年的十月份 你就已经开始看 赢家攻略的话 各位 去年 当时在十月初那段时间 资源的股价 还在100块那个附近 当时去年九月底 十月初股价 还在100块那个附近 当时呢 我从十月七号的 在110块那个附近 在等会员开始跳进去 买资源 然后呢各位 这边我已经做了第三波了 第一波从111块附近 做到200块钱 到十一月三号 当天在200块钱附近 带着会员整个波段 获了一趟 当天十一月三 十一月三号那一天 的营加攻略 我都公开讲 我说200块钱 我带着会员 我有先跑一趟 那之后资源的股价呢 就从200块钱 做了一次中断修正 回一回 回到十二月十五号 后来在180那个附近 我带着会员进去 开始买第二次 然后第二次 冲到240块钱那个地方 250那个地方 我在240那个附近 12月30号 带着会员再获利一次 这已经是第二趟的操作 这股价再回到206块 二月八号就这一天 这个就是在我的 我们那个大标股系统 这一天 我们又跳进去 继续做它一波 又做了一波 然后再来就是 到了那个 到了这个礼拜一那一天 在二七多那个地方 我带着会员先跳进去 结果呢 到了礼拜二 资源呢 我们大标系统 是在隔天 二七八才出一个买讯 但是我其实 我礼拜一的会员 已经进去买了 那各位 你看 资源 就从去年的十月初 从这个 一百一附近 一趟 两趟 三趟 第一趟 获利将近八成 第二趟 33% 这一波到现在 45% 各位加起来多少 已经1.5倍 各位这三波的获利 已经将近1.5倍 各位 时间一拉长 我相信所有的投资人 包含你在内 你来股市里面 你买股票 你最需要买到什么股票 嗯 长线能够大涨 能够涨 一倍两倍三倍五倍的股票 对不对 这是大家 投资人的梦想 但是问题是 我一再提醒你 问题是 什么样的股票 能够真正它长线 能够带给你倍数 倍数这样子的获利 我经常提醒大家 我说各位 这种股票 绝对不是单纯的技术面 跟筹码面 可以解释的 对不对 我一再讲 今天维国县 我除了技术面筹码面之外 我一定从什么地方 来帮会员挑这种长线大标股 一定是从每家公司 它的基本面的营收 跟获利来看 对不对 好各位 其实我说真的 致远不单是这个 从去年10月以来 这个不单是这个 电子股里面 说真的 其实从去年10月份之后 电子股里面 甚至包含IC设计 里面 其实能够创新高的股票 其实不多 对不对 从去年10月以来 很多的电子股 其实是倒给我的 是倒跌的 但是你看 从去年10月份 一直到现在 股价能够创历史新高的 电子股里面其实不多 但是为什么致远 为什么致远 反而是在 是这个 在电子股里面 算是这个最厉害的 这个 这个长线涨 是最好的股票之一 我在讲嘛 因为它的基本面 早就告诉我答案嘛 来各位 各位 这是资源 到今年2月份 整个营收的状况 各位 其实我在节目上 我也在提醒很多的投资人 我说各位 做股票这件事情 你千万 各位 因为我说真的啦 技术面跟筹码面 这个 做股票 挑股票啊 其实我说这个就是 如果你真的 要去从基本面 挑这个标股的话 其实那是非常 要非常花精神 非常花力气的 对不对 所以市场上呢 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或者所谓的这个 这个投股 投股老师啊 基本上都是用 所谓的技术面 跟筹码面 来跟你讲股票 对不对 但是我说各位 我说真的啦 这个 你想赚大钱 你就要付出 同样的 努力跟精神 这个技术面 跟筹码面 说难听一点 只是一个 拐弯走捷径的方式 但是呢 你拐弯走捷径 你就不容易 从那两个里面 去找出真正的长线大标股 但是如果你真的 肯花时间 去看一看每家公司 它的营收 它的获利 那从那个地方 你才能够找出真正的长线 能够涨几倍的股票 各位你自己看 智元到今年的二月份 二月份 它的这个营收 几几乎还在创历史新高 而且你看到 今年二月份 它的这个 营收到比去年同期 年增1.2倍 各位1.2倍 甚至各位你看到 二月份我们台湾再放过年假 你看 二月份比一月份 其实多放了好多天 可是你看 它整个二月份的营收 比几乎跟一月份 完全相等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它的营收 就代表说 目前 它出货的情况 非常非常的好 哪怕二月扣掉年假 它的营收 竟然比 它几乎跟一月份 几乎是一样 一月份已经在创新高了 那代表说 它的这个 它的营收 有没有在强劲成长 绝对强劲成长 而且资源 重点你看 打从去年的12月开始 甚至可以说 从去年的第四季了 你看到没有 它的这个营收 就是一开始逐渐的 从7亿多 8亿多 跳到9亿多 而且重点是你看一样 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它每个月的营收的年增 都在差不多7成 8成 9成 1倍 1.2倍 你看过去这五个月 它的营收是每个月 它的这个年增 都在往上跳 从40几% 60几% 70 80 90 1.1倍 1.2倍 我请问你 你观看资源的这个营收的年增 你有什么感觉 哇 它的营收年增好强 对 各位 看懂了吗 看懂了吗 我就一再讲 什么样的股票 能够带给你几倍几倍 长线投资的获利 这种公司 这种公司 就是有这种条件 哦 看懂了吗 它的营收 营收年增率 是每个月都在往上这样子 快就这样往上串 所以各位 这是为什么为国庆 尤其从去年 因为当时这个 从当时在11月 开始公布10月营收 我就已经注意到 它的当时这个 它前面两三个月 它的这个营收 不单从7字头跳到8字头 而且重点是你看 它的年增率很稳定的 一直在往上冲 往上冲 所以从去年10月份开始 就当时就是在 也没有在10月初 当时就是资源 这个 在110多之间 我大概开始 就一波一波这样子做 对 这三波到今天 获利 获利已经超过1.5倍 对 这就是维国庆真正 怎么样帮会员去选出那种 所谓的长线大标股 对 这种 这种 要找这种股票的逻辑 我就想讲对 不是简简 那种简简单单 什么技术面 筹码面 技术面筹码面 不是不能用 但是那种东西 只能看短线 你看不到真正一家公司 它长线的这个爆发力 在什么地方 所以 如果说 你真的 如果你的资金稍微大一点 你有个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你也真的希望是说 这个在股市里面 能够找到这种 长线大涨的股票 然后来 一波一波这样操作的话 那我欢迎过来 跟上维国庆 如果说你做股票 你只喜欢看看 什么技术面 什么筹码面 玩的那种短线的话 那我也祝福你 请你去跟那些 喜欢玩短线的 好不好 但是我特别强调 如果说你真的希望 你投资股票 都能够这样 几倍几倍 这样大涨的话 那你过来跟上维国庆 好 那不但今天这个资源盘中 300块钱已经又创 创业式短线的新高了 那另外各位 有一支股票 其实今天的股价 盘中啊 还在创历史新高的 哪一支 创围 对各位创围 各位创围 创围是一样的 如果说这个 尤其如果从今年 这个过年前 农历过年前 如果说你有看 你有 你是微信的 你是微信的会员的话 或是你是我的群组成员 或是你已经在看 人家攻略的话 各位 我认为 当时从这个过年前 封关前的197 到开红盘的205 我们一样带着会员 已经做到第三波 已经做了第三波了 当时从197 205就是200块钱这个附近了 先做了一波上去 到262块 之后打回来以后 228块再买 然后281块再买到今天 那各位 今天的盘中最高点 已经来到333块 那当然了 因为短线毕竟 它也是一样 因为短线涨多了 而且今天一开盘 很快几乎就快 冲到涨停板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各位 今天在9.9分的时候 开盘没多久 因为那时候它一开盘 几乎就直接 拉到快涨停板去嘛 那因为我认为它短线上 这样急拉的话呢 它的涨 这个短线有点冲得太快了 所以呢 这个在9.9分的时候 我有发个coin给会员 这个就是281块 这个买件的部分的话呢 先市价获利一半 各位 9.9分 好 我往后面抓个几分钟 那个当时那个 当时它的股价 都还在那个329这个地方 大概我们会员 可以卖在329那个附近 先获利了一个部分 那各位 那今天创为最高点333 而且重点就是 因为今天 短线涨多了啦 所以收盘 其实是往下收在298块 你看我今天 带在会员9.9分 教员赶快 先涉价获利一部分 大概卖在差不多329这个地方 光是一天的价差有多少 那今天创为已经是我们 也是一样 打从今年以来 我已经做它第三趟 那你看这三趟下来呢 这整个的获利啊 也将也超过60个percent 也超过60个percent 其实创为 我一直在讲 这个做股票啊 你要有一个逻辑 就是说 我一直在讲就是 今天为国庆呢 我要带给会员的股票 不是那种什么短线 什么涨个5% 10% 也不是说什么 今天涨一涨 明天就开始跌回来的那种股票 不是 所以你看 像钢铁股 这前两天不是这个盘面上 不是钢铁股又大涨一天吗 好多人当天呢 好多人跟你讲钢铁股 哇 每个人几乎都有钢铁股 可是我就告诉你 我说 我不碰钢铁股 因为它的股性就是 涨个一两天 就跟你 都能喘一喘 对那种股票 它不是那种真的长线 能够大涨的股票 所以礼拜一很多人跟你讲 讲钢铁股 但是我告诉你 我没有钢铁股 对不对 我专心做我的电子股 专心做电子的成长股 对 那为什么创为到了今天 这个其实资源已经很厉害 对不对 资源今天300块钱 已经算是了不起 而且股价也是这样 已经算电子股里面 少数能够不断地 闯新高的股票 那另外一档就是创为 创为更厉害 到了今天 它还在创历史新高 那为什么创为到了今天 所以你看 电子股里面 目前几乎最强的股效 几乎就是创为跟资源 那这些股票都是韦国庆 不断的会员 一直在做长线 波段操作的股票 那为什么创为的股价 到今天可以创历史新高 答案跟资源一模一样 来 你自己看 各位 这个是创为的 这都是微信 就是我的研究报告了 那我把其中的一个部分 揭露给你看 各位你之前也是这样 你看到没有 创为二月份的营收 年增160% 资源一月份的营收 122% 创为160% 一月份123% 去年12月份90% 而且也是一眼看 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它的营收开始慢慢再往上走 它的营收的年增率 41% 46% 54% 90% 123% 160% 你看到没有 这种情况 就是跟资源 跟资源的这种 这种年增 完全是一模一样 而且它不是 只有一个月两个月好 它是持续不断的这种 很明显的一直在往上飙 所以我说这种股票 就是所谓的 它的基本面 它自家公司 目前也好 未来也好 它的营收跟获利 是属在一个高速成长的阶段 所以这是为什么它的股价 就能够拼命不断的一直涨 一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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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想想 这是我的团队 如果你在股市里面 你真的希望说 能够找到那种长线大标股 我也在讲各位 你必须要花精神跟力气 你要去看这种东西 你要看这种东西 各位这个才是真的 一只股票 能不能长期成大涨 那关键在这个地方 我跟我的这个群组 我跟我的这个群组 花时间在研究这种东西 而且你看 创委 他的毛利来到50% 来到50% 各位请问你 那你觉得像这种股票 对不对 是不是很强势 而且重点是各位 像资源 对不对 其实资源也是一样 打从这个 为什么当时在1月份 我开始进去 待会员 把创委开始做破断式的操作 就是因为 一样嘛 因为创委看到没有 当时就是在这个 我就是开始公布 像11月12日的营收 我就很明显看得出来 哦 这个股票不简单 尤其当时那1月份 公布12日的营收 那我相当确定 它的趋势已经很明显 快速在成长 有没有 已经连续4个月 都在往上做成长 所以这是为什么 当时在1月份 之后大家会员开始进去 从200块钱附近的 不断的开始 一波开始 拿来做长线的操作 各位 我请问你 如果现在这样子的 选股的方式 操作的逻辑 是不是就能够带你 在股市里面 过去也好 尤其如果是你找到 就是我的会员的话 不管是过去也好 现在也好 尤其是未来的长长久久 未来什么股票 股价能够像创委 能够像资源一样 这种长线大涨 涨个几倍以上 尤其我跟我的team 我们都在花力气 专门在研究 这些公司的基本面 各位 这才是真正能够 让你真的能够 抓到每一支大标股的原因所在 而且像创委 其实我都跟大家 讲过很久了 各位你知道 创委 其实过去以来 他是飞瓶阵营 全球五大飞瓶阵营的 电脑 手机 所谓的USB 可以说是最大的供应商 那从去年开始 创委 他也打入了苹果的供应链 那这个 这等于是目前全世界所有的这个 苹果阵营跟飞瓶阵营 所有这些关于USB的这些部分 几乎都被创委一把抓 创委目前也是全世界前三大的USB的 这个HUB的这个IC的生产厂商 而且不单 而且这个其实近年以来 苹果还有几个动作 是让这个创委 未来持续看好的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 这个苹果 他最近推出所谓的那个Mac 那个Studio 跟那个Studio 那个Display 这个显示器 这个同步 开始导入USB Type-C 各位 其实这个USB Type-C 去年以来 其实就这个在非凭阵营 其实就已经开始 在开始广为采用 所以去年这个创委的 不管是营收 不管是获利 就随着所谓的那个Type-C 去年就开始 一路就开始爆发上来 那今年再加上这个苹果也跟进 开始也进入这个Type-C的 这个领域里面去了 所以我刚就讲说 就是为什么这个创委 他的这个营收 可以大爆发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 而且重点是 所以这个 因为这个Type-C 不但是去年好 而且今年它的渗透 就是因为苹果也进来了 所以它的这个Type-C 这个Type-C的这个 今年的渗透率 会持续往上拉 所以那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USB Type-C的那个接口 那个Hub的控制IC 基本上 都是创委 在做这个东西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个创委的 他的这个营收 能够这么样 强劲持统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那而且你看 它的这个获利也是 获利啊 你看像它这个去年 这个每一季 每一季的 那个获利有没有 都开始 这个慢慢就是 很快的 都在往上跳 那你看它去年第四季 第四季的三个月加起来 那个赚了两块半 可是今年光是一月份 才一个月 已经赚了一块四 那各位你想想看 那今年创委 它的这个EPS 这个爆发的速度 会有多快 所以这是为什么 创委的股价呢 可以啊 在电子股里面 能够现在能创历史新高 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 当时从 当时就是 当时因为一月份嘛 就是公布到去年 十二月的营收 哇 已经连续好几个月 很明显的这样 强硬在成长 那这个架公司 绝对有看头 你看 光是从一月份 到今天 三月 你看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呢 已经做到第三波 三次的获利 已经超过 60%以上 那各位 嗯 你是不是想这样 这样子做股票 歹多这种强势股 一波一波 跟着维国情这样操作 好吧 不过当然了 因为这些股票 就像创围 因为毕竟这个短线 已经这个 又涨了一波上去 所以呢 这个今天开始开高走低 拉一个上影线 那如果说 你手上有创围的呢 那当然 要是已经要是没卖的话 那再来该怎么操作 或者是你是空手的话 那下一波的这个 创围的买点在什么地方 那我更欢迎你过来 赶快跟上维国情 好不好 所以不管是创围也好 资源也是一样 资源再来该怎么操作 它的股价能不能够再挑战前高 续创历史新高 我也欢迎你过来 赶快跟上维国情 各位 资源 三波已经赚了一倍半了 好吧 好 那这个像资源 或者像这个创围呢 都是我所谓的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它是根本 它已经算是零涨股 短线涨多了 会整理 但是又 那说老师 哇 这个资源 创围好厉害 但是毕竟这些股票 都已经涨上去了 那有没有什么股票 目前是在底部区 刚刚上来 各位 有 有一只股票 前面大涨以后 最近呢 开始突破底部区要上去了 你过来 你要过来跟上我 哪一只 各位这个 圣达克 圣达克这股票 可能大家也不陌生了 就所谓的这个 低轨卫星的这个概念股 对不对 其实去年已经大涨过一波 已经大涨过一波 那之后呢 股价也经过一次大的 这个中断修正 修正的时间跟幅度 是已经非常的够了 这个修正非常的够 所以最近呢 有没有 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也开始了 在这个140 150 开始有点来回这样做打底 那上个礼拜啊 这个 圣达克 在我的大标股系统的152 出现这一波新的买讯在这里 那我不太会儿 就开始跳进去了 今天高点就在181 你看 又是这样 短短的四天的时间 那个圣达克 从我们这个 这个 出现符号 我们买进以后啊 短短的四天的时间 又涨了将近30块钱 一张又是3万块 而且重点是 虽然说圣达克 今天来到180 可是你看 跟他前面的高点 229 他的空间非常的搭 那圣达克 其实你知道 现在全世界 有大概有 有三个 就像什么 像那个 那个马斯克的什么 SpaceX 像Amazon 有没有 他们都在搞这些 所谓的这个低轨卫星嘛 那目前这个全世界 这个三大 这个低轨卫星的 这个客户呢 基本上都是 都是 生达克的客户 那这个 所以 而且生达克不单 他自己本身 包含他的子公司 都在吃这个 这个卫星的 这一块的相关的 这个供应链 那所以 就是说 所以这个 随着未来 就是这个 低轨卫星的 这个铺 这个铺设 会这个快速的增加 所以生达克的也是一样 他的这个前景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 这个去年呢 全年也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就是 重点就是说 因为他刚好股价 有经过一次完整的 中断修正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股价开始再起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特别已经开始 我等于又摔现市场 给你做预告 因为我的会员 已经进去布局了几天 今天上来了 那各位 那这个股票的话 对你看这个线性 你也知道吗 这真的就是从刚刚 完成了一次大的中断修正以后 这个底部区开始出来了 其实今天的股价 才刚刚突破前面 这个景线的位置 有没有 这个上一线 今天的股价收盘 是正式突破了 过去这两个月以来的 这个景线区 那也代表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它的一个中期底 这到今天为止的话 确实已经打出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中期底出来 那各位 那等于今天算是这个 突破真理区起涨的第一天 那是第一天 那我说希望你今天 赶快打电话进来 明天开始我带你进去 去布局森达科 这样子的股票 各位 我经常跟很多投资人讲 每一次每一次 丹维国庆党 我在第一时间 譬如像这个三幅画 对不对 也是这样涨多了 今天 其实盘中 217又穿一个新高 但是因为短信已经 哇一涨 又涨了 涨了将近30 40% 所以今天难免震荡一下 但是我重点 我是说问题是 每一次 像上个礼拜 我再给你预告三幅画 当时三幅画还在 150 160这个附近 在晃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都给你讲三幅画 股价突破了 有没有中断整理 有没有收盘的位置 突破了中断整理的颈线 要开始起飙 比如如果是上个礼拜 当时我给你做完预告 你过来跟上的话 光是三幅画 一只股票 才不过三天 四天的时间 你一张赚了4万块以上 所以我特别提醒你 每一次当这个股票 强势股 在这个底部区 要在刚刚起涨的时候 我会你赶快过来 跟上微国庆 千万不要 我再给你做预告 你好像有听没听 等到涨充上去以后 你才会想说 你才会来问我说 要不要买各个股票 所以今天这个股票 甚至刚刚在起涨 所以赶快 今天打电话进来跟上 当然你跟我说过 像这种已经在涨的股票 未来资源该怎么操作 不管你有没有资源 那过来跟上微国庆 那创委再来怎么操作 过来跟上我 尤其像这种有没有 这种真正的整理完 刚突破整理区 开始起涨的股票 你更需要过来跟上微国庆 反正这个 这个越早跟上微国庆 你越早掌握的这些 这些长线大标股 因为我都是从基本面 来帮会挑出这种 真正长线可大可久的股票 不是短些什么一两天 什么今天涨这一支 追这一支 明天涨那一支 追那一支 如果说你的资金稍微大一点 你是个稳健的投资人 你也希望说 透过这种 这个对基本面的研究 然后抓住每一支 厂线大标股的话 赶快你跟上微国庆 你越早跟上 你找到越多大标股的 好的买点 好吧 要开始起来咯 我今天打电话过来跟上我 好了 祝大家操作顺利 今天到此 谢谢各位